2002年的年初 我租了一个小屋 屋子不大不小刚好够住 也很舒服 门前有棵柳树 春天流下飞舞 我背着吉他上班走路 五百多步 某年某月的下午 我忽然乱了脚步 有个长发姑娘轻轻一笑 那么脱俗 我们打了个招呼 往后越来越熟 我口袋塞着青树 说话吞吞吐吐 想起你那美好的糊涂 我那懵懂的残酷 一举不悔散落在长春的平泉路 想起你那简陋的衣橱 我那错乱的坚固 我那错乱的坚固 逐留还是初五 你搬进我的小屋 买了过碗瓢盆酱油和醋 傻乎乎 盼我早点下班 你又趴在窗户 我吹着口哨带你去找 那烤苞米的大树 想起你那美好的孤独 我那懵懂的残酷 一举不悔散落在长春的平泉路 你又要乱出 想起你那简陋的衣橱 想起你那简陋的衣橱 我那错乱的坚固 落满尘土 散落在青春的平泉路 雪糕 长春分辨雪糕 雪糕 小奶油雪糕 雪糕 雪糕 乘成沾跌雪糕 雪糕 小奶油雪糕 想起你那委屈的痛苦 我那紧张的放逐 一举不悔散落在长春的平泉路 一举不悔散落在长春的平泉路 一举不悔散落在青春的平泉路 也许不会散落在长春的平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